大家好 我是Annie 多謝大家再回來看我的頻道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訂閱按鈕和鈴鐺 以後就不會錯過任何影片 今次看到有Chanel的盒子和袋子 為甚麼有三個袋子呢 因為我真的分了三次買 今次很特別有一件 我從來沒想過會買的 其實是第一件Chanel的fine jewelry 這兩個都很明顯 一些也是custom jewelry 不過在unbox之前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完整條影片 因為我會分享一下 今次在Chanel一個不太好的經歷 我就想分享給大家聽 話說就是我去見到一個custom jewelry 我就發訊息給我的SA 就說我看到這個我想看看你們有沒有課 他就發訊息給我 就說有這個 他說你一會兒過來 你會不會和先生一起 我就說我都會 你們一齊過來 去到了 他就很小聲地跟我說 他一會兒說 你一會兒看剛才的耳環 你就用先生帳戶來買單 我說 蛤 然後我都 尼而不及甚麼反應的時候 突然他說 我預約給你一間房間 然後就進去房間 其實是一間VIP房間 不過澄清我絕對不是VIP 可能他看到我也有某一個spending 想讓我體驗一下一個VIP的感受 我覺得整件事都OK的 沒甚麼問題 到之後結束了 我們都回到正常外面其他地方 去看其他東西 他就跟我說 他說 為什麼剛才你跟我說 我不可以買custom jewelry 要我用我先生帳戶的呢 他說 總之一些新的政策出了 他說 你暫時這三個月 其實整個月 今年年尾都不可以買任何的custom jewelry 我當時很不開心 大家都知道我比較喜歡他們的custom jewelry 突然聽到這樣的消息 那個人是很不開心的 好像我說 我被人blank list了 因為他又不可以詳細解釋給我聽 他就說 你去網上看看吧 我不方便透露太多 但我聽完好像 總之我整天都不太開心 總之我感覺是 我會覺得 為什麼 好像突然在我一邊光顧開 為什麼會突然不讓人買呢 你不同 你手袋真的沒有貨 那你不讓我買就OK了 還有說 就算手飾你沒有貨 你不讓我買的問題 但是 你有貨 而又不讓我買 那個感覺很不良好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到我回到家 然後過了一兩天 其實都在網上 在IG 都看到另一個Youtuber 在說他原來都有同一個經歷 其實我頓時間 那個人好像放鬆一點 因為我知道他應該是VIP 原來 咦不只是在我這些小豆腐 會發生 我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他們正在走一些新的政策 大家可能都有聽過 其實網上應該流傳了一段時間 可能一年裏面 可以買幾個手袋 幾個SLG 幾多custom jewelry 幾多雙鞋 那類型 但是 我很不明白 很不理解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新的政策出來 其實是令到那個customer的感覺 很不好受的 你會覺得 我一直都很崇尚你的品牌 很喜歡你的品牌 為什麼你突然會阻止我去買呢 還是那句 你沒有貨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你是有貨 其實會挺尷尬的 如果我當時不是去找我自己的SA 我去另一間分店 可能你看中了頸鏈 到你買單那一刻 然後跟你說 小仔不好意思 你今年爆了quota 你不可以買了 你明明那個感覺是極度不良好 好的消息就是 其實你可以找你老公 找你男朋友 找你朋友 去幫你買的 不過 總之感覺 整個經驗我覺得是不太良好的 其實我是不開心了幾天 幸好是 幸好是我老公幫我買 我不明白其實他們推出這個政策 為什麼 我覺得有一點點 推出他們的客戶 其實我忍不住跟SA說 喂 你這樣 公司不怕好像會推走客戶 然後他說 你覺得呢 但是 這個真的是公司新的政策 沒辦法 他說不只是apply在你身上 我有些客戶簡直是 什麼都不用買的了 就是整個月 他們每樣都爆了quota 我會覺得 其實我不太明白 Chanel在做什麼 我覺得好像有些傻 好像做些事情 我明白可能他們做的事情 是有一點點想阻止 reseller 去買很多貨 然後拿回去買 例如你說 不可以重複同一個項目 或者不可以一年買 同一個手袋幾次 那些我反而覺得OK 但是如果你說 因為我們這些真正的用家 即是真正的用家 不是 reseller 我的感覺 其實真的不是太良好 這就是一個很差的經歷 幸好真的有我老公 就幫我買到 不過我現在就開箱 因為我其實分開三次買的 這邊我先介紹了一些 custom jewelry 現在準備開箱之一對 這兩對都是屬於21K 現在開箱給大家看 就是這雙耳環 其實我在21K 剛剛開箱 即是9月中的時候 就已經問SA想買這雙耳環 一直都沒有貨 我不知道是我的品牌 他沒有入 還是怎樣 其實跟時SA跟我說 是真的入得很少 其實我起初應該是想買紫色 後來就是這雙粉紅色出現了 其實很感謝SA 他真的記得我喜歡這什麼 所以就留給我 不如我試給大家看看 好 就是這一雙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裡面有粉紅色 其實我覺得紫色更鑿 不過可能我真的 注定要買粉紅色 粉紅色 而且很有趣 它有漏空了 寫著Chanel 對綴也要CC 其實我起初想想買 就這樣一顆 但我SA極力推介 我要買CC logo在下面 所以覺得配搭我多一點 這些好像有別於平時的款 這個有一點點Vintage 但我覺得有點螢幕 所以我覺得挺特別 我也挺喜歡的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雙 記得再開箱給大家看 就是買了這一雙 其實很開頭 我懷疑21B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在網站上出現了 但不知道一直都沒有看到 我不知道是我錯過了 還是真的還沒回覆 還是怎樣 最後21K就出現了 它其實有分了兩種顏色的 這個就是金色底 它另一種就是銀色底 我覺得很特別 有別於平時 雖然都有CC logo 但它吊了這個 這個下來 總之我覺得很不同 總之我也蠻喜歡 帶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很漂亮 我自己覺得很帥 還有不同一點 平時那些可能很詩詩文文 就是CC logo 這個就有一點特別 雖然其實 說真的 你買了Chanel耳環 你也是想有CC logo 但你真的可以玩 一些不同的變化 對著就這樣 平常CC 會有一點悶 這個我覺得 會有一點特別 而且你一戴上去 就知道Chanel 我覺得挺漂亮 買完這兩雙耳環 最後我竟然去買了一個 Chanel的fine jewelry 大家看到這個盒 想不想到是什麼呢 還有大家看到 其實有別於平時 Custom jewelry 我其實很久以前買Custom jewelry 其實Chanel的盒 都會貼上花花給我的 但最近我買了 已經是沒有了 但fine jewelry 它會連回給你 很明顯 因為價錢比較貴 待遇是不同 多了一雙花花 其實雖然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當然它的 表現出來會比較漂亮 不如現在 開箱給大家看看 我買了他們的Coco Crush 其實它有一個幼身版的 這是中間的尺寸 還有一隻更粗 我起初想買最幼身試一下 但我一看 最幼身的 其實是突顯不到它的零格紋 因為我覺得Coco Crush最特別就是 靈感紋 而且我只是想 例如我打算戴這邊的手 可能戴食指或中指 我覺得中間尺寸都可以的 這個其實是 叫做beige gold 類似玫瑰金 其實Chanel是自己調色的 會有別於其他公司的 另外就是黃金 還有另一隻是platinum 我也比較喜歡beige gold 因為你beige gold 變相 有時你手上戴著一些 銀色的橘色的橘色 或者戴著金色的橘色 一起搭也不會太差 因為它是剛剛 中間的顏色 所以為什麼 我之前說過 它的手袋 一轉手 淡金扣 它是刻意配合 你可以戴一些 銀色 或者金色的橘色 去搭也不會太差 如果很金 然後突然很銀的橘色 會有一點點怪 現在就 beige gold 我覺得最漂亮 價錢上反而 platinum是最貴 接著就beige gold 最優惠就是這個高 這個是18K的 我戴給大家看看 它會比較 挺有趣的 我覺得它上面 有這個 大家看到 上面好像一級 一級 我覺得蠻漂亮 我現在試戴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兩隻手指都可以 有時可以戴一些 其實我看過 有些人再拼一隻戒指 一條很幼的碎石戒指 我覺得是超漂亮的 我去鋪上相給大家看 因為我看到個人戴 這樣戴 這麼漂亮 所以就買了 雖然你剛才看到我unboxer 其實我之前已經戴過了 因為我很想戴一下 原來有時戴完這些 真正18K的 真正的find jury 又會覺得好像有些不同 暫時我還沒有花 不過我不知道 我也聽人說 很多說都說很容易會花 盡量你不要那麼誇張 你的動作 還有我想食指會更加容易 因為你拼下一些東西 但中指就會好一點 不過你預了一個底真的會花 跟平時的結婚戒指 所有東西都是 其實你戴到那麼上下 一定會有些磨損 但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很封印的項目 我也很想試一下 而且也是多得上次 即是帶了我去VIP room 去整款Jewelrys 我突然看到Coco Crush 我就覺得 挺漂亮 所以我才決定買 而且我也會想配一隻 剛才我說的碎石戒指 去配襯 就會更加特別 剛才我所說 我說很差的經驗 雖然很差 當然我不會離開我的SA 我會繼續買她的手袋 當然如果遇到適合 又有貨 我也會買 但同時間 我上個星期 真的去了另一間店 正式進入了配貨之路 如果你們想收看 就記住 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鈴鐺 我下次去拍影片的時候 你們就不會錯過了 今天就是這麼多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買得開心 我後來也通過了這件事 雖然是不開心了幾天 不過之後也OK了 還有接下來有22C 又是有金球 又出現了 但我不知道價錢 我覺得應該會加價 還有很多人都說 11月會加價的 其實22C 其實那些貨是 我覺得挺漂亮的 我看過那些顏色 有牛仔布 還有一些 比較鮮明的顏色 有beige 有粉橙 粉紅 有出現 都是我喜歡的顏色 又加價呢 我不知道會不會買 但是 那些顏色 我會覺得相對 我感覺上好像 比21K更漂亮 不過不是的 21K有些顏色都挺漂亮的 但可能不是我合適喜歡的顏色 所以你看我這次 20K真的沒有 unbox了任何手袋 即是unbox過SLG 大家可以留意下一個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